佛法真义二 朗读者 有宗法师 顿见平等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当中 禅宗至菩提达摩东来 武传到了红任 无助门下分出南北俄宗 南宗以慧能为中心 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史称南能北秀 又称南顿北剑 所谓南顿北剑 即慧能大师行于南方 住西在朝西的宝灵室 他认为心性本静 本来是佛 世心见性 即可顿悟成佛 所以主张 直指人心 顿悟成佛的顿悟教说 另一方面 神秀大师 住在北地的 京南玉泉市 他主张 佛信任人本具 但为课程所付 必须通过实时修习 辅尘除够 才能成佛 因此 重视希望修心 强调建修建物的禅法 由于南中禅 重在顿悟 北中禅 主张建修 彼此对于修行的方法 认知 不尽相同 因此一直 纷争不断 而这个当中 造成顿建分歧的 最主要原因 就是慧能和神秀 两位大师 他们对戒定慧 这个根本佛法 有不同的看法 神秀大师 以祈佛通计 来解释戒定慧 他说 诸恶莫作 名为戒 众善奉行 名为慧 自尽其意 名为定 这种解释 明显可以看出 是一种对待法 要人不做恶事 要去行善 这种法门 是接引大乘人 同时也可以 劝小根治的人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 对于真正的佛法 不容易深入的话 很简单地告诉他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四诸佛教 这就是戒定慧 而另一方面 六主会能大师 大师则以 心地无非 自信戒 心地无痴 自信慧 心地无乱 自信定 不争不减 自金刚 生去生来 本三昧 来解释戒定慧 慧能大师 会能大师讲的是 心地法门 只要心地无非 无痴 无乱 那就是戒定慧 还要另外再找什么 戒定慧呢 还有什么另外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呢 所以 这一种道理 是接最上乘人 是劝大根大字的人 是顿悟的法门 另外 对于顿剑之争 我们还要了解 什么是顿 什么是剑 顿剑之间 到底有什么分别 所谓顿 就是突然 这里面没有时间 没有过程 是当下的 是即时的 迅速的 直接的 好像石火电光 就是那么一刻 一下就雾了 不容许你思想 不容许你犹豫 不容许你考虑 你分别犹豫 那就不是惨了 所谓剑 它是有次序性的 有连续性的 如石中 滴滴答答 持续地向前进行 简单说 无依次第 快速到达觉悟之教法 成为顿教 依顺序渐进 仅长时间修行 而觉悟者 成为剑教 顿剑之说 其实是后世门徒 不强加分别的 实际上 在六处谈经里 贵能大师 开宗明义就说 法无遁剑 人有利遁 故名遁剑 换句话说 佛法本来没有顿剑之别 只有众生的根基 有顿有利 所以说 法本一宗 人又南北 法即一种 剑有此即 当初六祖 慧能大师 出见五祖 红人的时候 五祖问他 从哪里来 慧能回答 从领南来 五祖说 岭南是葛辽 葛辽没有佛性 会能即刻反驳 人有南北 佛性哪有南北呢 意思是 人有南方人 北方人 但是佛性是不分南北的 也就是说 人有利遁 法无遁剑 所以佛法不必用 顿剑来分别 因为 礼上有顿物 事上要剑修 因此 认真说起来 学佛修行 要想一下子就 一步登天 那是不可能的 凡事都要 一步一步来 所谓 万丈高楼 从地起 所以过去的禅师们 有很多都是 先雇后修 他先觉悟 雇了以后要修 修到以后 还要再慢慢体正 故而 顿剑 应该要相互包容 不管是顿门 或是剑门 应该方便有多门 归远无恶路 就如华言无主 归风禅师 他把修行分为 剑修顿物 顿修建物 剑修建物 顿物顿修 四种 不管是剑修顿物 顿修建物 或是剑修建物 顿物顿修 大家应该要互相包容 互相容许一己的存在 不要在法上做 无谓的比较 佛法 佛法不是学说 不是拿来做研究用的 佛法是让我们修行悟道的 只要我们能 试着本心 剑着本性 当下就能完成自我 所以 不管顿也好 剑也好 都是修行法门 应该是顿修建一如 不要去互比高下 就如阿弥陀佛 与要是佛 难道我们还要去分别 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吗 因此 所谓容得有他容 哭得有他哭 学佛 不但要行解并重 对于顿修建一如 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看法才是 感谢收听 有声书箱单元 每周六 中午十二点 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聆听书中佛缘 听众可使用资讯栏中的优惠码 至佛官文化官网 www.fgp.com.my 购买实体书 读作一个人 读名一点礼 读物一些缘 读懂一颗心